电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 电压是很高230 假如人一犯错 他们的生命就会受到冰冰箱 大致上我会介意 人每两年到三年 找一个有执照的做电的上来 做一个全检查 通常检查的价格是80块 我们就会用仪器来检查 检查它的电线的寿命 还有就是说我们会走一圈 看它的安装设备 是不是合格 通常电线的寿命 是差不多在10到20年 大多数新的物质 假如是有时候电线短路 换一套就好了 有些是很老族的物质 二三十年 它的电线开始难过 那个是最好的整间物质重做 全部换到完 在网上购物是很好 是很便宜 可是我们要很惬意地 注重我们的安全 尽量买新加坡有些地方的电器 有些电器是不合格的 所以当我们买了 我们是不知道的 就比如说电灯 有些电灯是有两个头的 比如说两个冰 只要你插进去 有一个倒反而已 它的灯管 会导致你出电 电器有分两种 一种是高用量 一种是低用量 那些冲手机的 是低用量 我们可以插到几个 可是高用量 很像煮热水的 拿来炒菜的 那些电炉 就尽量不要两个放在一起 假如你两个都插在一个 插座来讲 它就会导致 它的电线损坏 维修电器 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一做错 就会导致 人死亡 最好就是安排一个 有执照 更有资格的人 去维修那个电器 消费者有权利 去跟电光 要求它的 制造号码 还有它的手机号码 它们可以马上联络 那个制造电工 问它 这个工人是不是 从你的公司来 工人一定要发一个 收据 收据要从一样的公司 这是你们的权利 你们一定要做